说了杨昌郡在饭桌上明示胡锐兰 不要改动审案结果 那么胡锐兰最终怎么做的呢 他心想啊 我一个学证 考评升迁都得杨昌郡说了算 还是不要得罪的好 所以他就做了做样子 然后呢上交了一份结案报告 不过他没想到 结案报告只交上去15天 户部几世中编保权 就向慈禧递了一封弹劾奏折 揭发胡锐兰办案的时候 外事严厉 中存偏袒 有与浙江巡抚杨昌郡官官相互的嫌疑 这些案子应该交由刑部冲头审理 不知道各位看出了没有 事情发展到这儿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似乎跟杨乃武与小白菜 没什么关系了 彻底演变成了官场的斗争 为了增加己方的胜算 夏同善找到了一位最有力的帮手 就是这位 时任刑部侍郎的翁同和 翁同和 江苏长鼠 曾先后担任同志和光绪皇帝的老师 甚得慈禧太后的欣赏 有翁同和的帮助 夏同善等人认为 只要把案子交到刑部 一定对翻案有利 案子又一次摆到了慈禧的面前 这个时候的他心里非常清楚 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风化案 而是一场涉及浙江官场的弹劾案了 怎么办呢 这一次慈禧没有着急批复 因为天生的政治嗅觉敏锐性告诉他 或许可以利用这起案件来教训他的心头之患 湘君 还怪啊 弹劾杨昌郡和胡润兰 怎么就跟湘君又扯上关系了呢 这里先说一下当时的湘君 湘君呢 是晚清朝廷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 1851年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太平军从广西出发 然后向湘鄂进发 一路索向披靡 清廷深赶陆营和八旗兵不够用 便斥令各省举办团练 以助攻角 湘君就是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 后来成为了攻打太平军的主力 按说湘君这么厉害 朝廷应该重用才对啊 怎么就成了慈禧太后的心腹大患呢 是这样的 太平天国运动 当时可谓是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没几年时间 太平军又打到了江浙地区 湘君呢 也就跟着打到了江浙一带 并最终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 但慈禧没有想到的是 江浙之地从此也就牢牢的控制在了 湘君的手里 曾经啊 慈禧试图以替换两江总督的手段 夺曾国藩的权 改变其做大一方的局面 但结果呢 两江总督马新仪 竟然在南京光天化日下遇刺 自此呢 慈禧的夺权计划彻底破产了 但是这起风化案 却让慈禧再次看到了整治湘君的机会 怎么呢 因为浙江巡抚杨昌郡 正是湘君势力在江浙的代表人物 把此案定为通奸谋杀 可以说是湘派的意思 那么慈禧就想了 如果杨白案真是冤案 这不正是向湘君下手的一个好机会吗 不过当时慈禧并没有马上跟湘君方面撕破脸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朝廷内忧外患 各地战乱频发 清廷的正规军太弱了 还得靠湘君替他打天下 如果给杨白二人翻案 等于跟湘派是过一步去的 跟湘君过一步去 所以呢 这个慈禧就没有批复重审 只是同意将案卷给刑部研究 如有可疑之处再做纠察 然而慈禧没有想到 这个做法反而让他很快就下了敲打湘君的决心 刑部接到案卷之后不久 以夏同善为首的这派就不满了 如果说杨乃武冤情不得招雪 浙江独树人的面子往哪里放啊 所以在夏同善的号召之下 18位浙江籍京官联名写了一份成词 要求朝廷将此案交给刑部审理 并昭示天下以世事群宜 慈禧一看 这么多浙江籍官员支持重审 心中不再疑虑 不再犹豫 敲打湘君的时机到了 下令立刻重审此案 并开关验尸